好,那這邊有兩個問題 我們先稍微來 說一下 說 第一個,他說 以佛法 如何防治新冠病毒 那我們先了解一下 佛法的作用並不是防病毒 是防煩惱 就是佛法主要的作用是離苦 這我們也稍微講一下 早上也有講 你說佛法可以治療癌症嗎 那可以防病毒嗎 這是佛法的作用 所謂的佛法就是覺悟的方法 佛法是從苦因下手 這個我們要知道 很多人其實不了解佛法 他會認為佛法跟其他的宗教一樣 因為我們大部分人會把宗教的作用 放在 消災免難 一般人 一般人 會把 佛法放在所謂的 消災免難 那 那麼 假設這個災難 是所謂的病毒引起 佛法有沒有辦法防病毒 有沒有辦法防小人 那 有沒有辦法防癌症 你要說可以也是可以 因為這一些 這一些 這個只是圓 這個是業 病毒也只是一個圓 那麼小人也是 二圓 二圓 那一般人會把佛法放在所謂的 消災免難上面 問題是看 你的災跟難而已 如果這個災跟難是所謂的戰爭 因為我們現在有所謂的 三災八難 在佛法上裡面來講 他有所謂的三災八難 那這個八難是八種 八種遇不到佛法 或不能學習佛法的情況 所以我們有八關在界 基本上他是 比如說佛前佛後 出生在佛前佛後你遇不到佛法 那麼你不是你 你出生在佛陀 在 在世的時候 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概念 出生在佛前佛後那個時代 那佛前佛後 主要不是遇見佛 主要是沒有佛法 遇不見佛法 你說遇不見佛法有什麼問題嗎 遇不見佛法 我以前還沒遇見佛法 我還不是這樣生活 我還不是快樂的過生活 以前西方人根本就沒有佛法 他還不是那樣快樂過生活 是沒有錯 在天上也沒有佛法 有一些地方 大部分地方也沒有佛法 他還不是快樂一輩子 幸福一輩子 是沒有錯 那幸福之後呢 快樂之後呢 問題在 問題在 你 你不知道有佛法 遇不見佛法 你就不知道有佛法 不知道佛法 你就沒有辦法修行 沒辦法修行 就算你現在過好日子 你也一定是 你也一定是有苦 就是說你也一定是未來 你會死嘛 你天上 八萬大節 你在天上2000年都過去五塊的日子 你又是道立天主的兒子 或是你就是道立天 那你本身就是道立天王 你像印度那個時代 奧義王 那麼強大 品薄梭羅王 從他做國王 開始 那麼幸福 跟韋提西那麼幸福 到最後當然不幸福 就算你就很幸福 你到最後也是要死 天人也 五三象界也要死 那所有的天人都這樣 那之後呢 之後去哪裡 他不知道 去那邊做什麼 他不知道 是好不好 他不知道 多數他就是輪迴 就這種狀態 所以 八難基本上是 你佛前佛後遇不到佛法 那在有佛的時候 有佛的時候 有佛的時候 你盲隆陰雅 就是你沒有辦法學習佛法 然後 然後這個身在邊地 你在有佛的時代 但是沒有身在有佛的地方 這個叫邊地 有佛的地方叫中國 那你沒有身在有佛的地方 那身在有佛的地方 你看不見佛 聽不見佛法 盲隆陰雅 那麼這個也是那 或是你聽見佛法的 你自以為聰明 世智變聰 世間的智慧 自以為聰明 不相信佛法 那麼這個 也是 或是那個時候你身在長壽天 就是有佛的地方 你是邊地 或是身在長壽天 那個地方沒有佛法 那麼天上人間沒有佛法的地方 那有佛法的地方 你遇不見佛 遇見佛的你看不見 聽不見佛法 那麼 聽見了看見了 聽見了看見了 你不相信佛法 那基本上就這三種 有佛的地方 沒有佛的地方 那沒有佛的地方 遇不見佛法 有佛的地方 有佛的時代跟沒有佛的時代 那 沒有佛的 有佛的時代 沒有佛的時代 你就遇不見佛法 有佛的時代 有佛的地方跟沒有佛的地方 沒有佛的地方 你也遇不見佛法 那麼有佛的地方 你不相信 你聽不見看不見 你不相信 那這樣 你就沒有辦法遇見佛法 好 那這個叫做巴纳 那山災呢 山災有所謂的大山災 小山災 大山災就是 我們還沒遇見 那之前也會覺得有 地震 火災 水災 風災 就是水災火災風災 這三個啦 這三個基本上是大山災 就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那小山災是區域性的 他也不完全是全球 也不完全不是 那就是他的區域現在擴大 大區域或小區 那也有就是比較大的 也有 那麼 這個是所謂的 戰爭 瘟疫 跟基金 啊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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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災啦 水災啦 收成沒有的 這樣 然後現在我們遇到的是瘟疫 那像烏克蘭現在有戰爭 啊 那麼 通常會死了很多人 中古世紀 歐洲 黑死兵 死了將近一半以上的人 啊 就反正就很多了 西班牙大流感也死了幾千萬人 啊 也有 那麼這一些都所謂的佛法裡面叫做災跟難 那我們通常都比較傾向於個人的災跟難 好 那佛法有沒有辦法預防這個呢 老實說也不行 那個這個東西是 這個當然是你個人的 這個是你個人的源 跟佛法的源 就是你跟佛法的業源 這個是 這個是供業 不管是大山災小山災都是什麼 供業 佛法有可以滅地震的嗎 滅災難的嗎 佛法沒有辦法滅災難 如果災難要 佛法只可以 佛法告訴你怎麼樣 怎麼樣你不創造 就是這個災跟難都是什麼 都是果 都是果 而且這個果是比較屬於惡果 它是比較屬於惡果 那佛法如果惡果要成熟 災難要形成了 你沒有辦法讓它不成熟 但是你可以延緩 你可以減輕 但沒有辦法讓它不成熟 所以它的重點不在於 怎麼讓已經來的災難不來 它只能讓還沒發生的 就是還沒成熟的災難不成熟 可以這樣 那佛法最重要的是從因 惡因 那惡因是什麼 惡因就是煩惱 惡因是煩惱 那所以從惡因裡面下手 那比如說我們如果遇到這種災難 它是全球性的 或是它是整個區域性的 很難有人信命的話 那麼你可以做到怎麼樣 共業中的別業 這個都是業嘛 這個是業國 我們都叫做業國 比如說我們都是人 都是做人 那這個是業 那麼人之所以做人 有共同一樣的地方 但是你跟我不一樣 那就是有不同的地方 那共業中有別業 共業中 這是共同的 比如說出生在台灣 都是一樣的 但你出生的家庭 跟我出生的家庭不一樣 你出生時的狀況 跟我出生時的狀況不一樣 你出生後的狀況 跟我出生後的狀況不一樣 你出生的時代 跟我出生的時代不一樣 那麼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業員 那共業中也有別業 那別業中也有共業 就是一樣都是人 你不同的父母 但同樣受這個苦 別業中有共業 那同樣都是這個兵 同樣都是這個苦 你跟我不一樣 那同樣都是 比如說 現在我們看 昨天我看好像是 四萬多人的樣子 就每天有三四萬人 以前只要三四十個人 就下得要死了 現在三四萬個人 那麼四萬個人裡面 假設說 他有分嘛 我是稍微看一下 那麼他有分 比如說四萬個人染疫裡面 那比如說 有一百個重症的 重症的不知道有多少個 但重症的不多啦 一般叫做分重 輕 中 重 同樣有病 就是有病跟你沒病的 比如說 這個台灣人 兩千七百萬人 好像是 我已經忘記了 兩千七百萬 兩千七百萬人 那兩千七百萬人裡面 現在比如說有四萬人 那四萬人基本上是 有爆的 或是有顯現出來的 照理講 會比這個多啦 比如說如果四萬人的話 那麼有一些 還沒檢查出來 或是已經有不知道的 基本上至少會有六萬人 假設啦 這個是這樣估 應該都是差不多 那麼會更多 那麼這些人裡面 這些人裡面 哪比如說輕重的 那不知道 基本上都是輕重的 重症的不可能不知道 那比如說 這六萬人裡面 重症的 有多少人 然後事後 因重症而死的 因這些重症而死的 比如說現在好像是 十一個人 還幾個人嘛 我們就跟他講 十二個人好了 這是今天的而已 那之前累積起來的不止 累積起來的 比如說昨天 兩萬四萬三萬 哪這樣累積起來 至少我看不到幾十萬了 比如說二十萬好了 一天一萬兩萬 都經過一個禮拜了嘛 七萬八萬 大概比如說十幾萬了 我們就跟他寫 有二十萬好了 那麼兩千七百萬裡面 有二十萬個人染到了 那二十萬個人裡面 現在知道的 好像是不到一千人 整個死掉的人嘛 那麼加起來如果上一千人的話 那一千人裡面 基本上老實講比癌症死的人少 癌症死的人更多 或是心肌梗塞的 發生意外的 像現在很少 就是大家很少旅遊或是怎樣 其實很像這部分死的人也少 就是反正就不一樣 那麼這一些你看有的輕有的中有的重 有的根本就沒有得到 不會得到 有的得到一下子就好了 有的得到就轉為重症 重症轉為死亡 那麼你就發現到 這中間每一個人的因緣不太一樣 有的得到很好的治療 有的得不到治療 有的雖然得到很好的治療 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可以身體變好 有的就算沒有什麼特別治療 他自己用土方 喝吃個什麼吃個什麼就好了 好 那你會發現到 這些有種種不同的差別 這些差別是為什麼 難道是沒有原因的嗎 難道是誰決定的嗎 誰決定得了這個病 要輕要重 那麼要生要死嗎 沒有 這個跟我們的業有關係 這跟我們的業有關係 那這個舉個例來講 舉個例來講 我年輕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讀國小 那我讀國小 我們那個時候是很鄉下的 我們那個時候我們家 旁邊有一條河 那就是一般的農村非常鄉下 那很多這種前面那個稻田 那很多野生動物 你看以前我們家那個那個河 我們旁邊就一條河 這河旁邊有一棵野子樹 那野子樹上都還有那種野子蟹 你知道嗎 野子蟹我用鎬狗 你不知道說什麼 野子蟹 現在很少看到了 野子蟹爬野子的 那種野子蟹 很多 那還有那種野生動物 比如說歡啊還是那一種 貴姬吧那一種 果子蟹那一種 那我有一次就看見 那時候我年紀不得年紀很小 那我們有一些 因為那時候我還小嘛 在國小而已 那那些坦哥 好幾個 那麼看見那隻果子蟹跑出來 他馬上每個人都拿起那個棍子啦 什麼要去抓那隻果子蟹 都圍成一圈 那個果子蟹沒有地方跑啊 跑去跑去啊 我又在那邊看 那是小孩子嘛 好那這個好幾個堂哥 都在那邊抓那隻果子蟹 後來那隻果子蟹 不知道有沒有被抓到 我不曉得 好像怕了跑掉了 那是果子蟹很害怕 因為很多人圍嘛 那鄉下 那個很鄉下 很多人圍 然後拿棍子 那個什麼 然後又抓那一隻 那隻果子蟹 嚇得要跑啊跑啊跑啊 好 那這個 那個影像讓我很深刻 我第一次看著他這樣 在抓那個 抓那個 抓那個動物 老子講的 就是製成這個 就是你的心在捕獵這種動物 會讓人心發狂 令人心發狂 那這個就是大家好像是抓狂的一樣 後來過了好幾年 過了好幾年 那其中有一個專門在喊啊 抓抓要請大家來盜抓的那個 那麼那個是我坦哥 我就是我們那個坦哥 那抓的很多是鄰居 有些是坦哥啦 至少有六七個喔 那其中那一個 我就記得很清楚 過了大概 五六年喔 五六年而已 那時候我已經讀國中了 讀國中 那有一次 我就看見一個景象 在喊那個抓 抓那個果子蟹 那個那個那個人 那個那個我那個坦哥 過幾天 他變成那一隻被抓的 只是被警察抓 好幾個警察 因為他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我不曉得 好幾個警察到他家來 問問我那個 問那個伯母 這個人在不在 我伯母說不在不在 然後就看見後面有動靜 警察就開始包抄 好多警察在抓 他就像那隻果子蟹這樣 哇跑來跑去跑來跑去 真的 我就那個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就是換人了 那警察就是像當時 警察在抓他 就好像他當時在裝那些果子蟹一樣 好驚人相似的影像 那時候我印象 那時候我還沒學佛 我十八歲才開始學佛 之前有看一些佛法 但不知道佛法是什麼 那十八歲開始接近佛法 那之前雖然有都是 不曉得是佛法 佛教跟道教以前是參在一起的嘛 那 因為佛法裡面最主要是講業 那佛法是由業成熟之後 受苦樂 苦樂 好 那麼這個是由善惡業 如果你是餓的惡業 那就受苦 如果是善業 你就享樂 那麼比較苦的是在三二道 比較熱的是在天上 熱的是在天上 苦的是在三二道 那人呢 像我們是人 苦樂參半 人是有苦有樂 那天上不太受苦 然後三二道不太享樂 那個熱是很少的 那所以 所以基本上是因為業 那業從哪裡來 業從煩惱來 那煩惱從哪裡來 煩惱就是我們早上講的 面對六根的時候 那麼你 你起了造作了 生口意的種種業 生口意 生口意的種種業 那麼這些業如果成熟了 它就不能不報 那麼第一個你不造業 第二個造了業 你過去的業不讓它成熟 就這樣而已 那所以 佛法裡面是從這邊下手 那麼這些源呢 比如說 好 一般我們剛才講 同樣都有造業 沒有造業哪裡會來做人 哪裡會輪回 同樣都有造業 那我們怎麼樣防放 未來 我們不知道我們過去造什麼業 哪裡知道 但我們怎麼防放這些業讓它成熟呢 你就是從今以後 只多造善業 少造二月 多結善緣 少結二元 那你說 同樣造這個業 同樣造這個業 那你會遇見什麼人 比如說同樣生病 你會遇見什麼人 那發生什麼事 這個又很難講 我再講兩個例子 一個是以前我曾經講過的例子 我有一個居士 他有一次 他有一次去看牙齒 他只是看牙齒而有 這是牙痛嘛 牙根不知道怎麼樣去看牙齒 然後去看牙齒 就去到熟悉的人那邊看牙齒嘛 他看牙齒的時候躺在那邊 那之前這個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十幾年看牙齒 然後那個牙醫師 剛好剛好看他來了 因為有熟悉嘛 就躺著躺著 不知道給他一個什麼藥 好像是治療什麼藥的 就是在牙齒這邊是什麼 然後他有一種一種藥 然後就好像點在牙齒裡面的 他就給他那種藥 然後就放著要治療了 但是他這個時候剛好 那個牙醫師有一通電話打來 好像很重要的話 重要的電話 所以他就把那個藥放在 他滴這裡滴的 然後他自己就接著電話 接著電話因為很重要 就開始講講 講到忘記他要沒有病人在那裡了 真的 後來他講給我聽 然後滴啊滴啊滴啊 滴到那個藥越來越多 他覺得不對 今天可以燒喉咙了 一直滴到喉咙裡面來 他就開始很痛 他就開始叫 那個牙醫師才驚覺到 驚覺到說 他滴這個藥滴到喉咙裡面過多了 所以他趕快 趕快去電話放下 他剛好講到忘記了 趕快去把他那個藥拿起來 可是已經燒到喉咙了 他已經損傷 而且他那個藥已經進入肚子裡面了 所以就趕快 趕快跟他拿起來 然後叫他不要吃 他趕快去那個他附近那個醫院 然後叫他去醫院裡面 結果他自己去哄 他就趕快 因為已經很痛苦了 他就趕快去醫院 掛號 就是藥嘛 藥物過量 然後過敏 然後聽進去了 他趕快叫他去掛號 然後用給醫生治療 因為他是牙醫嘛 他去了那個醫院之後 那個護士看到他 也稍微就跟他弄一下 就等他醫生就給他先打針 然後可能是要 可能是要不太會做 我們不曉得 反正就先打針 然後就是讓他先躺病床裡面 然後這個醫生可能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我不曉得 反正他就去了 就說要護士先給他打針 然後又給他用不知道打什麼藥 結果那個護士又打錯藥 你看牙齒痛變成這樣 那打錯藥沒多久 他就昏倒了 他就整個人 因為他那個藥裡面還沒消除 他又給他新的藥 刺激 所以他那個心臟 本來就不太好的樣子 我不曉得 最好後來就心臟停止 心臟停止沒有心跳了 然後那個護士又很緊張 就看到這樣 哇 人死掉了 怎麼辦 因為要脈搏 急救急救不回來 那沒辦法 那個時候就給他送到太平間去 他已經被推到太平間了 可是他清楚記得他還沒死 他一直喊 他一直喊 他喊不出來 因為他喊 旁邊的人沒聽到 旁邊的人沒聽到 他以前受過苦的時候 他都也有念觀音菩薩了 他很相信觀音菩薩 那他被推到太平間的時候 然後那個醫生物是準備要聯絡他的先生了 準備 因為他已經推到太平間了 因為急救不回來 新教育已經停止了 所以那個時候 但是他在太平間 他說他那個時候就一直唸 南無關於世 南無關於菩薩 南念觀音菩薩 那念觀音菩薩的時候 他也要他之前有那個姻緣 後來他發現觀音菩薩給他嘴裡面滴了兩滴甘露 就給他滴甘露給他喝 因為他已經不能動了 但是他感覺就是觀音菩薩給他滴甘露 滴甘露 那滴甘露滴了下去 他喉嚨本來都不能講話 他心跳也停止了 就心跳又開始恢復 然後喉嚨可以講話 他一直喊沒有人聽見 所以他就喊出來 那個太平間有聲音 大家都會去看 太平間有聲音 太平間的人都是不能講話的 所以他就喊出來 然後大家知道了 就趕快就去 又必須把他救回來 你看這個姻緣 那最近有一個法師 那他本來說要換肝 然後他後來 我覺得他的姻緣也真的不好 他已經在那邊看病看了半年了 看病看了半年 然後醫生一直失掃 他是那種肝硬化要換肝 好 那我們有幫助他換肝 那之前還去到我們 我們鄉民金社 我們有一個法師說 我跟你配對 如果配對可以的話 我把肝圈給你 他也很高興 後來發現不是幾等群裡面不能換 他好像要幾等群才可以 所以他也沒辦法換 所以他就等 他就等 已經半年了 他之前去排說要換肝 醫生告訴他要趕快換肝 那錢也交了要換肝 最近配對到 最近配對到 然後要換肝 他很高興 他也跟我講 他已經決定幾月幾號 就前幾天而已 前上個禮拜吧 我忘記了 已經配對好要換肝 等你也不容易等得到 要配對的不一定配對得到 結果開刀開下去說 不是肝的問題 是什麼子宮腫瘤 我忘記了 不知道是什麼腫瘤問題 結果又縫起來 那現在還在加護邊緩還沒出來 你看 整半年 而且開下去才知道不是 我覺得這個太離譜了 但是這種東西有時候 因緣很不好 有時候因緣很不好 那有一些因緣很好 以前我看過一個新聞 也很厲害 有一個外國人 好像是我們不知道 哪一個首長的女兒 就是以前 這也十幾年前 這也十幾年前的 我印象也很深刻 因為佛教主對這些都很在意 很深刻 那個時候十幾年前而已 那時候他有他的 他自己講 他自己講就是說 他有一天 好像去法國還是哪裡 好像法國的樣子 去法國 然後那個餐廳吃飯 去法國的餐廳吃飯 然後出門的時候 他不是法國的餐廳講錯了 是圖書館 好像就去圖書館 餐廳的是另外一個個案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我們在講這個業的變化 他去餐廳吃飯 他去圖書館 那個是女孩子 去圖書館 那去圖書館的時候 年輕的女孩子 好像台灣哪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長的女兒 然後去留學嘛 然後去圖書館 那圖書館剛好遇到一個人 他看見他就馬上跟他講 那個醫生很厲害 好像是心臟科的權威還是什麼 不知道 他一見看見他的臉 就跟他講 你的心臟有問題 你要趕快去檢查 那我是心臟科的權威 那我可以幫你治療 那一般人 你平常都活潑亂跳的 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忽然間有人這樣跟你講 你信還是不信 他說你相信我 你現在去檢查 然後檢查完 我可以安排幫你開刀 那個女生一般人聽到這樣 說什麼也要檢查看看嘛 對不對 如果有人這樣跟你講 很正經的跟你講 不是開玩笑的 還有一不認識的人 他在圖書館遇到的 他在圖書館的門口遇到的 一個陌生人看見他 就說你的心臟有問題 你現在要趕快治療 我剛好是最後面的權威 我可以幫你治療 免費治療 你看人的因緣實在是很難講 然後他聽了之後 那個人也很 在圖書館遇到的不太是會壞人 壞人不太會去圖書館讀書 那他就親著去檢查 檢查出來真的是這樣 他就相信他 就給他治療 沒有多久就好了 你看這種因緣實在是很奇怪 還有一個男眾 一個男眾 他去餐廳吃飯 他去餐廳吃飯 然後剛好那一天 那個是開餐廳的 那個是開餐廳的 那他那個也是醫生 他去餐廳吃飯 剛好那個老闆本來 餐廳的老闆本來很少出來的 那天他特別出來 餐廳老闆本來很少來餐廳的 來餐廳也很少出來 他是老闆嘛 後面負責的嘛 那一天剛好不知道怎麼樣 他剛好出來 他剛好也端盤子出來 就是剛好廚師煮飯 他說端盤子來給客人吃嘛 那個人也是醫生 他就一看見他端盤子的那個手 他說是怎樣 他說看見他端盤子的這個手裡面 他這邊特別肥大 他就跟他講 好像也不知道是什麼病 現在變成什麼病 不曉得 反正他就看見他這邊特別肥大 就知道他有問題 因為他們是 他們是那個醫生很專業 病狀會顯現嘛 他就跟他講 看他端盤子的手 而且老闆跟他 老闆人很客氣 老闆這個人很客氣 他看到他的手 他很注意他的手 所以他就跟他講 就是說老闆你這個身體上 好像也是心照片我不曉得 這邊特別肥大 就跟他講你有什麼問題 你應該去檢查治療看看 他就去檢查真的是 然後就手術就好了 你看 他特意來跟他講 而且是不起而遇 那麼他病就好了 如果他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他會變惡化 那有一些是知道 或是他特意治療你 因為治療越糟糕 治療越糟糕 那你看 所以這種事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種事是什麼 第一個是業 第二個是圓 業跟圓 你本身的業 還有你本身 早上我沒講嘛 你的圓 你的業雖然有 但是你的圓好 它會幫助你 你的業如果好的話 它不會發生這種事 你的業如果好的話 它不會發生災難的事 不會發生災難 大山災小山災要來的時候 你到四層天去 你的業好嘛 你都遇不到 什麼 出產淹到 水災淹到出產嘛 火災燒到二層嘛 風災 吹到三層嘛 你在四層天你也遇不到 戰爭要發生了 你就離開了 你也遇不到 疾病要感染了 你也遇不到 比較好的是這樣 那比較不好的就是 遇到了你不會有問題 有問題很快有人會幫你解決 那如果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就不一樣了 二元二月 那麼它會讓你 它會讓你 就算沒有遇到 你一樣會受那樣的苦 那麼受了那個苦 不容易有人幫忙你 就算幫忙也是幫到忙 那麼就會有這種情形 很常見 那麼所以佛法它最重要的 它告訴我們 你說能不能仿 真要講也能仿 但是是從因上 那麼一般人會死 剛才我們講 會得重病 會得重病 有情 第一個會不會得到 第二個得到的是重病 還是輕病 那麼治療的是很容易好 還是不容易好 那麼這個就有很大的差別了 那這些差別 這些差別 我們講業有兩種 一種叫做飲業 會讓你生人 生天 生三二道 生三道 這個比較重的業 叫做飲業 那一種叫做滿業 飲業跟滿業 飲業就是會引發讓你 生三二道 生三道的 那麼滿業 一種是滿業 比如說你的飲業是冷的 生人的 你生天也有分 你做天王 做天子 做天明 就不一樣 那身為人 身為人 你健康不健康 富有不富有 家庭美滿不美滿 父母親好不好 那麼這個詩 跟你的滿業有關係 就是圓滿不圓滿 身體好不好 你說像 像奴家也有一個 奴家有一個五不死的 五不死就是 他怎麼樣火燒不死 水淹不死 釣到魚裡面 魚吃 魚把它吃進去了 剛好漁民又抓掉 你給他魚 就把魚剖開 又跑出來 真的也有這種 那就是釣到菊裡面 也淹不死 釣到火裡面也燒不死 真的有這種人 以前我看過一個報導 真的我也近乎很深刻 我去監獄紅髮的時候 常常會講出來講 一個波蘭的老太太 活了八十幾歲 活了八十幾歲 我記得她也是寫波蘭的 她一生中經歷過 飛機失事 兩次 一次已經不得了了 她經歷過兩次 火災 坐火車 火車相轉 兩次 坐飛機 飛機掉下來兩次 坐船 船沉下去一次 坐車 車發生車禍 好幾次 你看 天上飛的 海裡面游的 陸地上走的 她怎麼做 都怎麼發生車禍 她語言也很不好 但是她的福報大 都沒有死 都沒有死 最嚴重的一次 就是有一次 飛機失事 裡面好幾十個人 都死掉了 只有兩個人沒死 所有整飛機的人 只有兩個人沒死 一個是她 一個是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住院 住了半年才出院 她只掉了一顆牙齒 出院都沒有 這個有過厲害的 另外一次飛機失事 她都沒有 她就叫做有驚無險 但是還會受到驚嚇 就是人家在抓動物 或是在捕獵動物的時候 火燒山的時候 你就在旁邊 哇 好我 但是你沒有去抓 但是你也會受到驚嚇 就是 或是讚嘆說 哇 這個人怎麼這麼厲害 哇 那隻動物真會跑 真會抓 他們就是趕快希望他們抓到 你有那種起心動力希望他 所以你會受到驚嚇 但是有驚嚇 你沒那個業嘛 但是你有那個業啊 那這種東西就是這樣啊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佛法裡面來說啊 那重點在不讓你起那個煩惱 造那個業 你只要沒那個煩惱造那個業 那通常就算是有 供業中會有別業 戰爭中也有人不死的啊 也有人死的啊 之前我有記得一個 有一個台灣人 因為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大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讀服務員 那個時候就是李登輝的時代 那就是中共有導彈說要打過來 以前那個時候服務員 風聲鶴唳 很多外國的學生都準備要 要先撤掉了 要先回國了 因為那個時候 聽說中共要打台灣 那服務員裡面很多人在傳了 說有內線消息啊 怎麼樣怎麼樣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在讀研究所 在服務員讀研究所 那有很多 因為服務員佛學院 有很多那個外國的學生嘛 新加坡 馬來西亞 菲律賓 韓國 印尼 越南 有很多學生 那有很多人就害怕 因為那時候有導彈對上台灣的 那李登輝又講那個兩國論嘛 所以那個時候弄得很多學生 他們的那個國家的人 叫他們趕快回去 所以很多人要想要回去了 他說我知道 因為我在裡面讀書嘛 那這個 這個 剛好那個時候有一個人 就是怕台灣發生戰爭 所以他就整個 他就遷移到美國去 那美國去那個時候 美國不知道是跟哪一個地方 伊拉克還是哪裡 還是不曉得 反正就跟哪一個地方有衝突 他就被調去當國民兵 結果就死在那個戰場裡面 你看台灣 後來台灣沒有發生戰爭 結果他去到那邊 剛好被調到美國的 去當國民兵 結果死在那個戰場上 你看這種東西 你看這種東西很難說啊 他怎麼逃怎麼逃 他還就去到那邊 戰爭戰爭 就死在戰爭裡面 那麼這一些 這一些因緣 其實他錯綜複雜 緣非常錯綜複雜 那人會死 人會病 他當然有病的因緣 那不完全是過去式 跟你這一世的 有造的也有關係 很多都是這一世是主要的 這一世跟過去式 如果已經成熟了 那他一定要是報 他不可能不報 但是即使是報 他也有分輕重 也有好跟不好 時間長跟短 所以一般佛法裡面來講 人會死有很多種方式 因病而死 意外而死 然後睡覺睡到一半就死了 反正就很多種 那麼他總要有一個因緣 總要有一個因緣 喝水噎到 我記得一個最離譜的 最離譜的就是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那個時候我也是大概 二十幾歲了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學佛了 所以對噎這種東西 我都會很在意 那麼有一個人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 那騎摩托車經過 因為那個時候摩托車在鄉下 都慢慢騎而已 他騎過去 他媽媽也不會騎很怪 騎的時候 剛好這個人 他不是老人 他不知道是什麼 也年紀有一點大了 中年人的樣子吧 那騎騎騎 騎過去的時候 剛好騎到他身邊爆胎 爆胎的氣就把那個人打死了 好奇怪喔 怎麼會有這種事 但真的就是這樣啊 就因為這樣 你看那個之前不是很有名嗎 有一個人要自殺 然後有一個賣肉粽的在底下推過去 有沒有 那個自殺的人沒死 那人跟肉粽的死啊 就叫出來 叫出來也算死 那個不是很有名嗎 那個也好幾十年了 那個也好幾十年了 剛好就是很多東西都很 叫做臭巧 那佛法叫做因緣俱足 其實是這樣啊 這個佛經裡面還記載一個 因為這個就是有三個人 聯合謀殺一個人 結果後來這個 這個雜屁軍裡面有這個故事喔 一樣 就有三個人 那摩采他一面 好像前世做生意啦 然後謀殺一個人 那這個很怨 結果這個人死了做了一條牛 這個人死了做了一條牛 那這三個人後來又做人 那你說那怎麼殺人還會做人 這還要看業 結果這條牛長大的時候 被這三個人 這三個人生在不同的地方 生在不同的地方 後來這個三個人要 這個這個人 一個是牛主 那麼他要把 他他要這個 牽這個牛去賣 去菜市場賣 這個牛看到 我今天我前幾天看到一個視頻 也是有一條牛 不知道為什麼 看見那個騎鬼臉騎摩托車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見 有嗎 那個很多佛教徒會傳 那也是一樣 就是有一條牛 在路上 他不知道從哪裡跑出來 不知道 但是他就一直追那個騎摩托車 那個好像是那個好像是婦人 那個好像是一個婦人 我仔細看 那條牛就一定要追到他 他怎麼跑怎麼跑 他就是追那麼多人 他不追別人 那條牛不知道是哪一師認識他 他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就一定要追那個人 然後把那個人弄死了 他才慢慢走出來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 你們有沒有覺得 那個也是 也那個就是他認的那個 他看到他就是要他死 現代的英國 那麼他過去 這個杂批經裡面講的 這個牛喔 被這個人抓去賣 結果那個人 那個人看到另外一個人賣牛了 就把他弄死了 結果他就覺得不吉祥 就很生氣 他的兒子就把他買下來 把這個牛砍死 頭砍下來 結果砍的時候 砍的時候好像也 也那個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買回去之後 就是有他本來要賣牛這個人去賣牛 結果在賣牛那個地方死了一個人 好像這牛把他撞死一樣 後來就 他的兒子很生氣 就把那個牛要抓回去 要砍頭 就砍死了 砍死了 那砍死了掛在樹上 牛已經死了嘛 掛在樹上 他要背回去 那 他買那條牛背回去 放在樹上 那樹上休息的時候掉下來 把那個牛砸死了 把那個人砸死了 那個牛腳 就把那個人砸死了 然後後來又死了一個人 不知道怎麼樣 我已經忘記了 就是說 那個牛已經死了 他還能夠讓那個人死 他心那個怨力很強 那一樣喔 一樣 人要死基本上有兩種 一種叫做伏鏡 伏爆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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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是受命鏡 受命鏡就一定要死 伏爆鏡 命還沒到 一般來講 如果是人的話 基本上 假設 每一個人不一樣 看你過去生中的滿夜 那麼基本上 如果你要活一百歲的話 那有的人八十歲 有的人四十歲 有的人出生就短命多病 看過去的夜 你過去殺生夜中的 從三二道上來的 基本上有可能就是短命多病 那從天上下來的要看 要看不一定 那麼一般是伏爆鏡 那一個是受命鏡 受命鏡一定會死 但是如果你在受命未鏡之前 修很大很大的福爆 可以延受 可以延受 那麼 但如果你受命未鏡之前 你照很大缺德的事 損福損得很厲害 會減受 就征受跟減受 這不一定 假設你活一百歲 多數的人都減受比較多 征受的人不多 因為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要積得 修復征受 很少人知道 那所以 多數的人是減受的多 征受的少 那活到逐歲的人也少 活到逐歲的人少 這個經典裡面也有講 那麼 比如說人要活到一百歲的話 多數的人活不到一百歲 多數的人活不到一百歲 那如果是八十歲的話 多數的人活不到八十歲 只有很少數的人可以超過 超過八十歲 或是超過一百歲 類似像這樣 那多數都是因為受命鏡 多數都是因為受命鏡 受命鏡它必得要死 它要死有很多種因緣 坐飛機 坐火車 然後或是因病而死 得這個病死 那麼有一些就是 平常沒有病 忽然間就死了 那有些是要死之前會折磨 五年 十年 一年 要花很多錢 不一定 要受盡很多折磨 有些不用 有些一下子而已 那這個是每一個人的業不一樣 如果你的偷盜業 跟你的殺生業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你為了搶那個人的錢 把人家的錢搶來了 又把人殺死了 又讓人折磨而死 比如說綁票 然後把人關在裡面關很久 讓他折磨 讓他拿那個錢來數 然後你又偷盜 又殺生 然後又折磨人 好 那麼這樣的業 最後 比如說如果你做狗的話 你就是被人家虐待 然後被人家虐待 虐到賣你的皮 抽你的血 你就是被抓到 然後就被虐待 虐待到 虐待到你死 就這樣 那如果你現在來做人的話 他還有滿業 他會怎麼樣呢 比如說 比如說 好 那 你身邊 你身邊 那你剛好遇見 如果 如果 幫你給要的 或是給你 給你開刀的 剛好是你過去的冤親債主 你就慘了 那手術再怎麼好 遇到你他就會忘神 把這個刀子留在你體內 你還要再開一次 再拿一匹出來 把那個 真的 他就會這樣 你反正就是要被他多折磨 而且你還多付他錢 你還要給他錢 你還要給他錢 請他讓你受折磨 這種東西就變成 這個錢要錢花完 你過去搶了錢沒有花完 你這個業不了 你這個業不了 所以藥書經會教你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要趕快行善基德 要轉掉 要不然他就會變成 很多做事物變成亡死 叫做恨死 不該死而死的 這個福禁不該死而死 叫做恨死 恨死 恨死 那恨死裡面有一些當然是邪見 你不能這麼做 你去就能做了 然後或是你不知道怎麼做 那麼你不該死你就死了 那麼你就會遇上天災 遇上人禍 遇上什麼 反正你就是會命禁 那問題是兩個 一個就是你是怎麼死的 折磨 多番折磨而死的 第二個你死到之後到哪裡去 死了之後又到惡道去 做鬼也做惡鬼 那這個就比較麻煩 那所以這個都是為什麼 都是業 那這是業力錯綜複雜 那麼就好像你如果沒有吃牛肉 你不用怕得狂牛病 為什麼 狂牛病是從吃牛肉來的啊 你都不吃牛肉 怎麼會有狂牛病 不會有 那一樣你沒有造這個沙葉 基本上你不用太擔心 那你說哪有可能不造 通常都會多少有造 就算我出家這麼久 偶爾也會造 偶爾 是偶爾很偶爾 因為有時候遇到蚊子真的是受不了它 又很累的時候 又很累的時候 我講過嘛 有一次 有一次我的房間 在鄉林寺 我們那邊以前有一隻貓叫金寶 那金寶真的是成金了 你知道嗎 他成金了 現在我們做早晚課 那隻金寶 那隻金寶 他早晚課時間他知道 那一早晚課出來 他就到住址的位置 他先蹲在那裡 他先站那個位置 好像他是住址一樣 你知道嗎 真的 那是金寶 實在是 然後他聽得懂人話 他有一次 因為我們那個大寮很寬 如果去到鄉林寺 就知道大寮很寬 然後上面有那個白鐵的桌子 然後我們有時候以前很習慣 那個年代比較習慣買那個哈姆 你知道嗎 樹火腿那種 現在比較有些人覺得那個有餐什麼 或者比較少吃 但是那個時代很流行吃那種 好幾十年了 我去鄉林寺大概二十幾年 好 我們把火腿切切放在那邊 準備要放的 他上來偷吃 你知道嗎 那隻鳥很厲害 那隻貓很厲害 然後他偷吃 我看到 我有一次看到 他上來偷吃 放在這裡的火腿怎麼不見 然後就看到那隻貓蹲在那裡 我說 是不是你吃的 因為只有他偷吃 才有誰會偷吃 老鼠也跳不上去 那個很高 因為那邊這麼高 他很厲害 他可以跳上去吃 我說 是不是你偷吃的 我一聽他這樣講 他就吐出來還給你 真的 那隻貓真的是很厲害 我就跟那個以前的助詞講 我說你那隻貓聽得懂 我罵他 他會把吃的東西吐還給你 他說是是是 他以前也這樣 他會吃 但是你罵他他就會吐還給你 吐出來的也不能回來 也不能吃啊 拜託你吐出來我們也不能吃啊 那隻貓很會 那隻貓很厲害 那隻貓他自己會開門 因為我們那個門以前是用拉的 這樣拉的 然後他自己會 晚上他會拉門進去睡覺 然後我們的法師就睡到一半 旁邊怎麼有一隻貓跟他一起睡 他會躲在裡面跟他一起睡 但是貓會到處換房間你知道嗎 他有一次就跑進我的房間 可是那個貓比較麻煩 就是他身上有跳蟲 貓身上的跳蟲跟狗身上的跳蟲不一樣 跳蟲是一次咬三個洞的那種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被跳蟲 那個跳蟲起癢 而且很小隻欸 抓不到 那有一次他看我開門 他就馬上跑進去 我趕快把他抓出來 在裡面開始有跳蟲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沒辦法 我只要被他咬到受不了 那個很癢 非常癢 而且一次咬都是三個洞 而且越來越多越來越多 我沒辦法是怎麼樣呢 我就開始問人家怎麼樣 因為你要消滅他也沒辦法 除非你不要住 你就放藥啊就怎麼樣 那你也沒辦法 所以我就開始問人家 他說你穿一個白襪子你知道嗎 因為他咬都是先咬小腿 你要穿白襪子 因為你看不到他 你看不到他 你要穿白襪子 那給他咬等他咬 一來的時候 你要馬上抓住 馬上抓住要馬上捏死 你不捏死 你輕輕一下 他就泡掉了 他跳得很快 他是全世界跳最高的人 動物裡面他最會跳的 而且很小隻 所以一開始我們不忍心 就想要抓起來 然後輕輕地把它放罐子裡面 結果你一沒有捏住 他就跳掉了 所以後來沒辦法 要狠心你知道嗎 不然你就不用睡覺了 你又沒有地方可以睡 所以就開始抓 那個這樣大概 大概用了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每天回來 就穿一雙白襪子 等他你知道嗎 等他就殺這樣殺這樣 殺了 至少我要看至少有五六十隻會有 但沒辦法 沒辦法 這種東西就是這樣 後來當然你說這個要不要受爆 也好啊怎麼會不要 但是你那個時候煩惱到這樣沒辦法了 那這種這種東西 但是這個業當然你懷殘貴心 他就比較不會了 那你就是勸 你怎麼樣改善的 就是勸大家不要殺 以前我特別喜歡吃那種 蛤肉你知道嗎 那種叫蛤蜊 蛤蜊一定都是活的喔 一定都是活的 然後回來我媽媽喜歡 因為吃起來很鮮明 都是燉一鍋 用一個鐵的不鏽鋼的鍋子 然後用水嘛 然後放薑嘛 一般都是這樣啊 然後就燉 那個都是活的 死了就不能燉了 活的 然後一買回來先給他吐沙嘛 放在水裡面給他吐沙 吐完了之後 然後就放薑啊 繼續燉 每次我都喝 我記得我喝了好久 後來我學佛我開始覺得 覺得造很大的殺 因為你是活我把人家煮死的 你知道嗎 他是活的喔 那你電鍋針 或是用瓦斯乳 一般我們都用電鍋 就蒸蒸蒸 慢慢慢慢 他在那邊熱死 熱死了就喝那個糖 就喝那個蛤蜊湯 後來我學佛我之後 我發現到 哇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殺業 我就 我就告訴大家 那時候 那時候我還在家 我就 上班的時候告訴大家 你絕對不要去海產 尤其是蛤蜊湯 你活活把人家煮死 悶死啊 而且不是一吃兩吃啊 因為好喝嘛 我媽媽都拿一包回來給我吃啊 後來我就勸大家不要 就地藏經講的嘛 叫大家勸大家不要 就算你要吃肉 吃魚吃肉 不要吃活的 而且是那種蛤蜊那種 你整個電鍋整個水 就加得死 整個鍋都在哀嚎 你不曉得啊 那麼 你這樣問我把人家煮死 因為我以前是吃的嘛 是這樣的嘛 所以我就勸人家不要這樣吃嘛 那這樣就可以剪掉 稍微啦 就算要受爆也 也會不會那麼嚴重啊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啊 那你就是 那個時候我也沒吃素啊 那個時候我也沒吃素 最早的時候 後來我吃素 我18歲就開始吃素了 那那個時候不知道嘛 那所以就告訴大家 就不要吃這一些 那個什麼活魚三吃啦 那蝦啦 蝦也是 蝦啦 螃蟹啦 蛤蜊 多數都是活的啦 多數都是活的 那麼這一些都是活活主食的 活活主食的葉比較重 比較重 你讓人家折磨而死的 你讓人家折磨而死的 那麼你比較會因為被折磨而死 這葉嘛很公平 其實葉是蠻公平的 但是你說那我過去不知道造了怎麼辦 現在開始就是 就是 救那一些 救那一些 那麼要被折磨而死的 動物或人 那麼你這樣是真正的懺悔 那你不是啊 你應該救你不救 那你也害那麼多人 你天天在那邊送藥師精 藥師佛就免掉你的罪 沒有這種事 沒有這種事 那麼你應該 他只是告訴你道理 藥師精就講這些道理啊 所以基本上是受盡跟福盡 那麼你努力行善業 那麼節善緣 那麼純善心 那麼基本上 即使就算重道了 也不會怎麼樣了 那就算你都沒有這個病 你也是充滿危險 為什麼 你也成熟 反正就有一個因緣會讓你痛苦 會讓你死 會讓你折磨 那不一定是病毒啊 不一定是不一定 但我們受苦的從來很少是病毒 也有 但有很多是人啊 很多人 然後很多其他 你以為是幫助你的人 那不一定 不一定啊 所以這種這種我們知道了 那你說能不能防 可以啊 但是就是這麼防 就從業力上 從根本上 從根本上 那麼你努力做了 那麼其他的一切 那麼基本上 就算會有啦 老實講 就算會重 你也不會很危險 因為你命不該絕 命不該死 而且你命不該苦 你就不會 那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 過去跟現在結合起來的 那你擺在這個地方用心就好了 那安心 那麼努力做應該要做的事 那這樣就好了 那你說佛法如何防新冠病毒 佛法比較防的是 煩惱的病毒了 業力的 因為它會產生業力 讓你受苦 那這個是一個 從佛法上來講 它不只是 因為病毒只是其中一種 我們叫做小山災裡面的 瘟疫 小山災裡面的瘟疫 三國時代 三國時代 曹操劉備那個時代 漢末了 漢朝末年 西元大概一百多年 一兩百年那個時候 戰爭 瘟疫 急緊 山災流行 山災同時流行 因為人死的多 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這樣 火化都是瀑斯荒野 所以病毒也多 那人死的多 人死的多 龍座就沒有人耕種 又有戰爭 戰爭死很多人 很多的病毒 都是從戰爭的時代起來的 你看我們人在撲殺 那個雞啦牛啦 那雞只要有潛流感 牛 豬只要有口蹄液 不管你有沒有病 不管你有沒有病 全部撲殺 一撲殺都幾十萬隻幾百萬隻的 你想想看這樣的 所以這個有時候是業力的反撲 他就會有這種牽線 但是我們說工業中有別業 工業中有別業 那你怎麼擔心業要成熟 你怎麼擔心也沒有用 你但是你還是要做防護 你還是要做防護 該做的你也做 那其他的其他的 你就不用擔心太多了 你要反而就是 不要因為這樣生害怕 因為你的抵抗力 跟你的恐懼有關係 你越害怕 你的抵抗力越沒有 真的 那這個是一個 另外 另外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他說生阿彌陀佛的淨土 跟生米勒的淨土 有什麼不一樣 那佛法的淨土思想跟外道 又有什麼不一樣 先講阿彌陀佛的淨土跟彌陀的淨土 那麼彌陀的淨土是在多算天 阿彌陀佛的淨土在哪裡呢 基本上老實說 它應該有兩種手法 一種是在三界內 一種是在三界外 照理講不太可能是三界外 但是在哪一個天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基本上不是在淨界天就是 多算天 迷惑的淨土是在多算天 是在淨界 跟我們同一界 跟我們同一界 阿彌陀佛的淨土 照這樣的描述 應該不是跟我們同一界 那不是跟我們同一界 那是在哪一界呢 也許在色界 照理講比較有可能在色界 那或者也可能在玉界不知道哪一天 不知道 但是多彌陀的淨土很明顯在多算天 這是一個 可能就是不同的天界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去的條件不太一樣 去到阿彌陀佛的淨土一定要發菩提心 他叫做大聖不共淨土 沒有發菩提心的人去不了 這是一個 那去到彌陀佛淨土的 不一定發菩提心 你有十三月就可以了 他不一定發菩提心 這是第二個不太一樣的 那第三個就是 去了之後有一點不太一樣 當然是都很殊勝 你能夠清清佛法都很殊勝 那阿彌陀佛淨土那邊一般說 就是去了就是無神法人 就是你一定會正到無神法人 那去到彌勒菩薩那邊照理說 你生到那裡 那你就跟彌勒菩薩同受 天受同受 那麼彌勒菩薩 寿命靜要來人間的時候 你會跟他下來 然後他會在這裡說法 你在這裡得成就 那個時候是人受八萬歲 或者說是八萬四千歲 但彌勒菩薩那邊 雖然不是用發菩提心 但是要有慈心 是慈心啊 因為你的慈心跟十三月 如果不夠的話 特別是殺身月 如果有的話 你也不能生去 為什麼 因為天受一定都是離十不善 天上啊 你到生到天上一定是十三月 那麼彌勒菩薩那邊 要特別重視 要相應 彌勒是出發心就不實肉 他是所以他 因為他殺身月非常少 沒有殺身月 所以他人受裡面 最高的就是八萬四千歲 最高的 那個是幾乎不殺身的 連殺心都沒有的 那麼你相應的 你才能夠生到那樣的國土 那樣的果報 那麼在下來做人的時候 也是八萬四千歲 天上不只八萬四千歲啊 天上好幾萬啊 那麼你看那個時候的人跟天一樣 八萬四千歲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到彌勒那一邊 你要有一個條件符合 就是慈心啊 就是特別是不殺身 護身就身這個 那麼你才容易生到 你容易生到彌勒那邊去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善業 那阿彌陀佛那邊基本上除了 他不是只有慈心 他還要菩提心 要多修功德 基本上這個是比較 那這功德不外乎就是界定位嘛 那麼主要是這樣 所以這兩個是比較大的差別 當然你如果生到淨土去 能夠親近佛 主要是能夠親近佛 到多算天是親近未來佛 因為那個是菩薩還不是佛 那個叫做菩薩淨土 那到阿彌陀佛那邊是親近現在佛 阿彌陀佛現在已經成佛了 彌勒還沒有 彌勒是未來成佛 那你隨著他來 是怎樣 但是他還是菩薩 所以不一樣 不一樣 多算天是菩薩淨土 但是他是未來佛 阿彌陀佛是佛國淨土 他是現在佛 這兩種有一點不太一樣 那 彌勒菩薩 你去到他那裡 一定是隨他來這個人間 那阿彌陀佛就不一定 要隨你的因緣到他方國土 不一定 那當然你也可以來這個人間 那這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這是其中一個 他說這裡還有一個問題 他說自己已經跟朋友約定 那他們來親近三寶就是條件交換 那他說我陪你去運動 你陪我來試驗 這樣 但是 因為我現在身體沒有那麼好 不能去運動 所以 因為你沒有陪他去運動 所以他也不陪你來佛事 這個你說那現在該怎麼辦 那這種其實也很簡單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我們如果有誤會就是解釋 溝通 那他不來那也只是暫時 所有的東西都有因緣 都有因緣 那現在我發現到有時候因緣 我有時候有一個習慣性的想法 就是說你看現在是這樣 有時候講好是這樣 但很多時候常常會改變 現在我正在觀察 因為我周遭的因緣很多東西在改變 本來已經決定好了 但是後來 反正你就出乎意料的都會改變 這種都是緣 一切都是一因緣的 有時候不是你決定的 有時候不是你決定的 那很多因緣不斷在改變 不斷在改變 好 但是 不管因緣怎麼改變 你不變的就是 就是說 你現在 因為你本來是可以運動的 現在不能運動了 這個也不是你的錯 那麼他們不來 如果 因為你是條件交換的 就是說 我陪你去運動 你陪我來試驗 所以他們不是真的有心要來試驗的 他們來只是做條件交換來的 所以條件改變了 他們當然就改變了 這種東西很簡單 那麼你要比較讓他知道 學佛的好處 那麼 你來瞭解學佛的好處 就算你不叫他來 他自己也會想辦法來 其實當時一開始可能要這樣 這也是一種善巧方便 但是你要希望他們學佛的心不變 就好像你要出家出不了家 那麼你要出家的心不變 但是在因緣沒辦法 現在的因緣沒辦法讓你出家 但是你要出家的心不變 那麼你就等待因緣 創造時機等待因緣 保持初心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我以前出家也是這樣 就是你要保持發心 比如說 那你的發心 保持那個初心 就是你一開始的發心 我們叫初發心 比如說不管 比如說你現在這個初心 一般我們叫初心 有時候叫初發心 比如說以前我是想出家的心 那你現在是要度 度你朋友的心 度朋友學佛 因為你發現到佛法非常好 佛法非常好 有些是要度父母學佛 有時候我們會這樣 我們希望媽媽能夠來接近佛法 或是先生太太兒女能夠接近佛法 一樣 度親屬 通常是度親屬 那度朋友這樣發心的 老實講也不容易 你不來就算了 我還管你 但是父母親 父母親眷屬比較 比較會希望他能夠學佛 因為他覺得佛法非常好 好 那麼這個就是你要保持這種發心 你不要說不行了 那個只是因緣 因緣短暫的改變 那因緣從哪裡來呢 因緣從夜來嘛 跟從你的發心來嘛 因緣是這樣的 所以你繼續保持這種心 然後創造 保持發心 創造因緣 什麼叫創造 因為緣不夠嘛 緣不具足 他就會改變 緣具足了他就會成熟 所以你再繼續 就是第一個是要保持這個發心 第二個你要創造因緣 創造因緣就是說 那麼 他現在沒有學佛 他跟佛法的緣 他取決於兩種 一種是跟佛法的緣 一種是跟你的緣 跟佛法的緣 跟你的緣 那麼這兩種有了之後 他就容易 一說就動 那沒有的話就很難 轉得不太順 勉強轉 轉不去圈就停了 通常就是這樣嘛 那個就是緣還不具足 所以你必須要不斷地創造因緣 那創造因緣怎麼創造呢 比如說你要去佛事 那麼佛事需要什麼 你跟他們講 而且他們願意 比如說幫忙做什麼 幫忙做 我現在要去插花來供養佛 那你要不要 聽說在佛事 插花供養佛 以後生出來會很漂亮很莊嚴 人見人愛 你要不要買花的那個要 你要不要出一百塊 他就當然要 你跟他講 不用美容就很漂亮 他就願意出一百塊嘛 那這個就是創造因緣 或是說我剛好去沒有得去 那你能不能載我去 類似像這樣 你就不斷創造因緣 或是講說我今天在佛事 遇到一個人多好多好 遇到一個法師好會說法 怎樣怎樣 他就是講那個佛法的好給他聽 講你從佛法中得到的好處 那麼給他聽 那創造這種因緣嘛 那麼有試驗需要 或是有幫助的時候 你也讓他出一份 那就是不勉強他的 但是就是有意無意就是講這些 先讓他了解佛法的好嘛 這個就是在創造因緣 然後最後就是等待時機 等待時機的因緣嘛 那你會發現你在講的時候 他根本就沒有聽進去 那個就是時機還沒成熟 你不要勉強他 他講的時候他很 人他那個時候過得正好的時候 他不需要佛法 那有一陣子他身體不好 或是他過得不太好 他也許覺得他就會很準一聽 他也許覺得這個是一個改變的方法 這個時候因緣就來了 所以有時候看 他心裡面正高興的時候 然後他很歡喜的時候 你說你還要怎麼樣 還要等待等待那個時機成熟 你要創造因緣 那你不斷不斷這樣做一陣子就 但是你那個發心要先保持不退 那你後面這兩個才有力氣啊 其實是這樣 你就不斷在等待時機 創造因緣等待時機 那保持這個發心 不斷創造因緣等待時機 然後再創造因緣 就是觀察 那麼久了久了他會改變 就算他都沒有改變 你改變最多 那麼你那個原因會有點越好 那你為他的心 希望他接近佛法的心不變 那你就這樣做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到很神奇 後來他自己會來找你說 你不是多常常去那個試驗 你改天不是要帶我去 他會主動 真的這種我經歷過很多了 那你只要你只要這樣做 那通常因為佛法是這樣嘛 此心此夜此緣嘛 你不但照做那個夜緣就好啦 那自然而來因緣成熟的 你不找他他會來找你的 真的 就好像我們常常的拜菩薩 希望看到觀音菩薩 你不斷修給觀音菩薩們 就是哪裡需要你就去哪裡 誰需要幫忙你就幫忙誰 久了久了觀音菩薩會來找 你不用找他 真的 那這種東西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也不困難 這個就是說 那他不來 他只是暫時不來 他要來 他也只是暫時想來 那個是沒關係的 但是你為他的心 跟希望他能夠好的心 這個是不變的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不斷創造音源 等待時期 這樣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兩三個問題